一句一句的交唱 虽然不懂歌词的意义 但是杰拉德维尔特教授 透过音转的练习 让加兴国小的孩子们 以轻松自然愉快的方式 进行合唱 他用孩子们不懂的语言 竟然可以在短短的 我看是不到十分钟时间 把孩子分成三步 就让他们可以开心的唱起来 那我想艺术总监 他本身的特质 就是对孩子这种 之间的没有距离的那种感觉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格特质 再加上他的热忱感染了这些孩子们 可能是不同以往的练习方式 或是有外宾的来访 泰雅的孩子显得相当的兴奋 尤其在维也纳少年合唱团总监 杰拉德维尔特教授的指导下 连平时身处最多的时间的老师 都能感受到孩子不一样的合唱氛围 总监他就是很喜欢小朋友 在一个很自由很舒服的状态下去做聆听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小朋友这么小的时候这样子 那这是对我自己的启发 那也发现小朋友在整个在外国人的环境里面 他们其实非常的开心 就是像现在还可以听到很多笑声这样 所以在我们学校场准备比赛的过程中 是不是要回过头来去 让营造一个让小孩子舒服唱歌的场域这样子 泰雅的孩子在唱歌这个方面 其实他们一直都有很天然的声音 这也是总监喜欢的地方 那其实他教他们没有很多 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改变他们太多的唱法 他希望的是泰雅的孩子 你就是这样 希望你就是很天然的唱出来 那我只能够做一点点的小小帮助 就是让你们更轻松 然后能够更天然的唱歌这样子 总监的到访和孩子们近距离的互动 孩子们以天生的声音优势 获得众人的青睐 未来也希望有机会双方合唱团交流 开拓泰雅孩子的视野 那他来台湾呢 这一次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促成 将来维也纳合唱团 跟我们新竹县的泰雅学堂 跟嘉兴国小这边的合唱团们 将来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那么同时我们也邀请 Jerry德沃斯来做一些指导 嘉兴国小也获赠四张 前往维也纳的机票 将在今年的暑假 参加2023维也纳少年音乐联盟工作坊 和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团员们 一起进行交流 还有合唱练习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导